别别生气了啊 我买了 刚刚他们吃了 我现在又买了 明天上午它就到了啊 你喝牛奶啊 喝它 哦 你看你姑姑 好厉害哦 你说你姑姑能扛的是那么大一个箱子 厉害 姑姑来帮忙 我就只管吃 你只要是吃的 看 这么沉甸甸的一大盒子 这个盒子上面看到是美心月饼 我就知道了 那天那个 这个是广东的一个姐姐给我寄的 她那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8月15还没到 我就先给你寄了 说等到8月15的时候 月饼太好吃 太多了 就不觉得好吃 所以让我们提前吃 看一下这里 这个月饼蛮贵的了耶 香港的 香港的月饼 美心月饼 因为我之前在超市里面做过 就是大概的那个 我都吃 你说香港没有便宜货 因为在香港吃个快餐的要素 香港美心月饼 嗯对 来我猜开 应该是离盒装的 因为它是送的中秋节的 好大一箱啊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你的主箱 我以为你买了个微波炉 知道吧 哈哈哈哈 哦 哦 你喝啊 没有管子了吗 哇 这几盒 好多这个 应该是有三盒 他说给给阿芝一盒 给我一盒 给摄影师大哥一盒 那天给我打电话说 哇 好高端啊 这种最起码要可能 哇 哇好好看啊 嗯 那你看 哇 我跟你讲这种 哇 这应该要三四百一盒 这可月饼啊 最起码 我都没有喝到 我都没有喝到 我都没有喝到的 主要是它贵就贵在这个包装 对 有很多月饼包装贵 而且它那个材料也不一样 它里面放的材料不一样的 口感也不一样 什么 白莲蓉啊 还有蛋黄的豆 豆沙 哎 这个也是 蛋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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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有不同的头味啊 对对对 这个是 来来来我们吃了 尝一下好吃 肯定好吃 来尝一下快 你月饼了啊 我来开头 我是第一次第一次吃到这么豪华的月饼 真的 你让我这个乡下的老男孩 要尝一个吗 我要吃中间的这个 三黄的 最中间的这个 你还蛮会挑的哦 哈哈 你把边上的给我 你吃这么一样啊 哇 这个包装 我要尝一下啊 中间的是一样的 北哥 你吃三黄的 你别等我吃什么 那你挑这个蛋黄的 都是三黄的呀 有三个 三个蛋黄 嗯 好吃 哇 看这里面的蛋黄 好香啊 还有很多油 你看 你别说这种 这种月饼就跟 那个我们在镇上称的那种月饼 填钱差万比哦 这质地你看 看这里有一个香港制造 这里还有一个防卫标志 美心月饼 看这上面的设计 它这里是那种 镂空的 然后剪纸的那种装饰 这是七星半明月 2019年 2019年 这个窗花剪得好漂亮 窗花 我们把这个给弄下来吧 贴到窗户上面 对对对 这里还有个肠鹅 我姑姑在这里啃着月饼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香吧 香吧 我也觉得 确实好好吃 一般 每次在那个镇上称的那种月饼 我都不吃的 但这个确实吃起来 口感不一样 我好多年我不吃月饼的 我跟你讲 但这个我都吃完了 这个是一个姐姐送的 但应该都认识它 都知道它 再猜一下是谁 能不能猜到啊 一个广东的姐姐 她真的每次就是 把最好的东西给我 我永远记住 她在我手中间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小北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所以非常非常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这个姐姐 也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一切祝大家8月15 月饼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太阳